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整合轄內販賣毒品咖啡包販賣網絡之後 透過刑事警察局毒品查氣中心協作平台 與警察局桃園分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 層層過濾向上溯源 日前在花蓮北區查獲大規模毒品咖啡包分裝場 警方及時攔截防止毒品大量流入市面 專案小組也將持續向上溯源追查毒品來源 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整合轄內販賣毒品咖啡包販賣網絡後 透過刑事警察局毒品查氣中心協作平台 與該局偵查第七大隊第一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 經過層層過濾向上溯源 日前在北區查獲大規模毒品咖啡包分裝場 經過層層分析向上溯源後 日前在北部地區查獲毒品咖啡包分裝場 陽性犯前為了避免避人耳目 在北部地區租刃公益 並用網路通訊軟體販賣毒品 經過專案小組層層分析調查 更兼埋伏後鎖定陽性犯前的據點 出動二十名警力持搜索票 機票前往陽性犯前住所與機體搜索 當場查獲毒品咖啡包75包 含有三級毒品成分黃色晶體三大包現金三萬元 不明粉末果汁粉研磨器分裝袋磅秤等相關證物 這些飲料可以分裝到1800多包 市值約100多萬 前難醫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台灣花園地方檢察署偵辦 警方將持續向上溯源追查毒品來源 陽性犯犯未避人耳目 特地在北區駐令公寓 利用網路通訊軟體販賣毒品 經搜證監控 動員包含霹雷小組等二十多名警力 在陽型住處查獲含有第三級毒品 假機假機卡系統咖啡包等涉案證物 訊後以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罪嫌 將陽型移送華聯地檢署偵辦 華聯縣檢察局長戴崇賢表示 專案小組將持續向上溯源毒品來源 針對社區型毒品犯罪進行掃蕩 記者蔣方燕華聯市報導